三母伊基下第五章第五節 在希伯倫作猶大王七年零六個月 在耶路撒冷作以色列和猶大王三十三年 原來大衛一生當中神須紀念的就是大衛按住自己的生平 按住自己信仰的原理去創辦大衛會莫出來 他知道人是一個非常投入神敬拜贈美 不是聽敬拜贈美 是在非常投入敬拜贈美之下 神家同在是不會擊殺他 所以他建立了大衛會莫 設立了二十四小時日以繼夜在神面前敬拜贈美 他在祭司體系之外 設立了二十四小時的詩歌版 他開始作很多詩歌詩篇 在聖所裡唱 這個完全是摩西的時代沒有的 但同樣是摩西的時代 你有沒有留意就是神的同在 完全沒有放大在當時以色列人丹 但大衛的時代神的同在 不單止放大在大衛身上 亦放大在以色列的國家身上 導致他們成為一個成功的國家 導致他們在神的面前得到大大的祝福 戰無不成 是不是 原因就是原來大衛將他自己生平的歷練 他自己的人生當中的信仰 是以匯莫的形式去建立出來 所以大衛匯莫其實是代表了大衛的人生 大衛的信仰 而匯莫就好像代表了身體一樣 原來大衛匯莫給我們一個教訓 我們要怎樣用這個身體 我們就可以讓自己這個身體變成神的電 變成神的匯莫 而變成神的電變成神的匯莫當中 究竟你的電和匯莫是哪個級數呢 是真正的摩西匯莫 那你就會有神的榮光 如果你是真正大衛的匯莫 那你就會放大神的榮光 如果你是所落門的聖典 那你就會賺取了這個智慧 神所給你戰無不勝 前無古人的智慧 明明聖經想教什麼 這就是整個新約的核心 他講到我們的身體就是神的電 明白嗎 他講到我們的身體就是這個匯莫 那你這個匯莫 究竟你在這個匯莫裏面 你是聽敬拜詐美 還是你是去敬拜詐美呢 弟兄姊妹 你有沒有讓這個身體 你的手是能夠結淨 能夠真正投入去敬拜詐美呢 所以如果你的信仰越高grade 你的敬拜詐美 就能夠將神燈光放得越大 但是如果你是神的家的侍奉者 仍然是那句 我不是說你是神的家的侍奉者 你就一定是有足夠的能力 有更的因高 不是 你是神的家的侍奉者 你比普通人更加白白的付出 你是可以在神的家裡面 真的做牛做馬 但如我所說 就是你白白付出又做牛做馬的時候 對於愛邦人來說 對於不法的人來說 我正是麻軟 正是投訴的好機會 但是這些人不會 這些人在這些工作當中 責任當中 壓力當中 他們面對的虧損 他們面對的所謂不著數 他們面對的所謂叫做吃虧 或者面對這些責任 差不多拖垮他們 或者甚至可以說 在生活當中 去吃了他們很多的時間 或者利益 但是這些人呢 當他們的埋怨 當他們的小豬 當他們的問題出來的時候 他們一一結症 明白嗎? 哪知道你做平信套 你是很容易說風涼話的 坐在那裡的人 是很容易說風涼話的 跌倒的人 他很容易把自己都做不到的標準 加諸你的身份 很痛苦的 但我想讓你知道 我現在是在說信主的人 而我現在在說就是這些的人 這些人看真理 是要別人做 而不是要自己做 而這個起不是 就是很多 未跌倒之前的記憶圖 他回到神的家都是這樣 聽我聽 牧師說到 但永遠不會跟別人分享 我相信2012的訊息 讓我們完全夾身 這個看法 但是也有很多人 他們在試奉的時候 他們敬拜讚美 都是別人彈他自己不唱 但我想讓你知道 這個就是我們要夾身 無論在任何時間 包括你試奉的時候 試奉的時候 很多時候會導致你的豬仔 你的缺憾出來 記住這些 這些缺憾出來的時候 正好是機會 你去改了這些的暴躁 改了這些的亡亂 改了這些的大義 改了這些的武佬 讓你是溫柔 良善 因此 擁有智慧和策略 這件事做得不好 不要每次都好像奶 我是這樣的人 我是撒大義的 我是論盡的 建立一些策略 建立一些的習慣 使得神的家 不要有時間上的浪費 或者物件上的浪費 明白嗎 當你每一次去改變的時候 你就是經過一個關口 就是這個同海的關口 你越來越像一隻結淨了牛 你的牛腿是被結淨 你的內臟是被結淨 我想你知道當這樣的時候 你發覺你自己的謊言討告 不單是敬拜詐 我說的是謊言討告 因為現在針對神一家的侍奉者 你利用侍奉 使你成為一個更原備的人 更好的人 更好內涵的人 那你的謊言討告 你會發現 但功效大到令你想像不到 三個意記下 第五章第五節 在希伯倫作 猶大王七年零六個月 在耶路西蘭作 以色列和猶大王三十三年 唱歌 主大愛送恩 是歷世不改 不惜遍及千代 與我永恆連繫 信實不勇顯珍愛 神心恩永采 不透闊似海 天與地不及聖葬 傳讓我生命 滿序祝福見愛